鼎心油混沖大桶油 彰化卫生局查出来了 在六年来 这大桶卖给鼎心的混沖油 就多达386.4公顿 不过民众最关心的是 这些混油的流向 有多少早就被大家给吃进肚子里了呢 那么鼎心集团呢 每年卖了亿万个康师傅方便面 包括了油包 还有这个面条 都是使用他们的油品来制作 引发油行 如果你吃的是中式早餐 除了这些配料 另外像笋丝 或者是猪肉松 这些东西也包括油 上班族也当外食族 不过中餐来不及了 就靠鼎心的泡面来果腹 但这调味油包里头的成分也含油 下班回家了晚餐烹饪 如果碰上的是罐头或者是调味料 都很有可能跟鼎心或味犬沾上边 所以不管鼎心或味犬 它的商品何其多 但产品成分含油 你吃下肚的 可能一日三餐统统都有 就是因为可能餐餐都有顶心或味犬 拿起产品标示来看 内容物都会出现这个油的成分 最被消费者接触的泡面 当然也有 炸面条或制作油包 在顶心泡面生产线上 号称每六秒钟就能产出一包 在台湾每年十一包的泡面市场中 顶心一年至少就能卖出一亿包 每包内含五公克的油包 重量换算下来至少五百公顿 等同于六座标准游泳池 尽管顶心开记者会灭火 驳斥泡面用油并非混冲 而是使用马来西亚进口的棕榈油 打包票说没问题 但看看这些 你的早餐 我的午餐 他的晚餐 消费者的三餐配菜调味 可能都跟顶心味犬脱不了关系 混油风暴越演越烈 难免让人担心 记者村思院张俊诺台中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